俄罗斯国防部6月23号通报称 英国海军保卫者号驱逐舰在黑海水域侵犯俄罗斯领海 俄军舰随后开火示警 苏24M战斗轰炸机在英国驱逐舰的航行方向上投下了4枚炸弹 而英国方面则否认其船只遭到俄方开火警告 然而英国卫报局宣称此事目标受众是中国 并暗指英舰此举是为今后在中国近海实施类似行动进行的测试 俄国防部21号还表示 俄台平洋舰队多兵种在太平洋中部地区演练了摧毁航母的科目 美国军方证实 俄军舰演习期间曾进入到距离夏威夷海岸约37公里的范围内 而在此期间 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也在夏威夷海域展开密集训练 据美国海军官网报道 刚完成重大升级的卡尔文森号 是首艘可同时搭载F-35C隐形战斗机和鱼鹰轻转旋翼级的航母 它的作战配备代表着美军未来十年的主力航母打击群模式 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区局长希尔日前升纯 大国的现役高超音速导弹 可让美军多个航母战斗群在全球各地遭遇危机 美军卡尔文森号